你绝对没有见过这种恶心的动物 它的外形苦似各类昆虫 人类一旦通过体液感染到病毒 人体的DNA就会快速被改写和侵蚀 当侵蚀度达到50%以上 人类就会变成巨大的昆虫 这种生物被称为云长动物 它们开始在东京的土地上肆虐 后来人类发现一种金属物质 花可以有效驱赶和灭杀云长动物 所以便制作巨大的金属石碑 作为结界来驱赶它们 另外由于病毒也可以从孕妇口中进入 并生殖于婴儿身体中 这类婴儿都是女性 眼睛呈红色 体内有抑制病毒的免疫体 所以病毒进食它们的速度会极其缓慢 但也要定时注射药剂来抑制病毒 这类人也被称为主奏之子或者其实者 它们拥有特异能力 所以会和民警组织一起共事亲历原厂动物 但同时会被人给管辖 以防止随时出现了一变 10岁的主奏之子 炎猪和16岁的管理者连太囊是一对组合 在此行动中 他们发现有受害者被原厂动物袭击 可是赶到现场后 却没有看到受害者和原厂动物 只有一位神秘的少年面具人 呆在安拔现场 连太狼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看见他大摇大摆地离开 而下一次见到这个面具人 则是在东京地区统治者 生天子召开的会议上 生天子以很高的赏金 悬赏一个被原厂动物 推入体内的箱子 这个箱子中的是 封印东京姐姐的七星的遗产 一旦落入她的手里 被封印的巨型原厂动物 就会被召唤出来破坏姐姐 东京必会显入面具的危险 结果面具人就出现在会议上 嚣张地表示 首人委托会抢夺这箱子 她的真实身份也是一位民警 是七八七机械化特殊部队成员 是首年前新人类创造计划 产出了人体兵器 在场的人对她发动攻击 竟然都毫发无损 依旧是潇洒地离开 这个风波过后 连太男和炎珠在街上 碰见了个一山蓝绿的诅咒姿子 这个社会对诅咒姿子极为不公平 任何人都想欺负他们 这是来源于本能的恐惧所产生的 连太男为了不让炎珠身份暴露 只能让两个警察保护这个野生的诅咒姿子 本以为警察会好好对待她 但却在大多数人眼里 诅咒姿子并不算人类 他第一次亲眼所见 警察如杀畜生一般的开了很多枪 连太男感触很深 他把女孩送到医院救回了一条命 而在夜里面具人找上了他想要联手 但连太男却拒绝了 结果在第二天 炎珠的身份就在学校曝光了 炎珠成了学校的领类 没办法登上学 他躲了起来 连太男到处找 对其他人来说 主作姿子是工具 但对他来说 那是同伴 是朋友 在炎珠知道连太男如此重视自己 第二天也鼓起勇气去了学校 可是他好不容易交到的朋友们都在提示他 等连太男赶到时 一架直升飞机也来了 原来是组织找到那只吞香色的原常动物 又是恶人感冒行动 炎珠十分慢力地达到原常动物 他委屈地说 自己保护了同学 可突然面巨人出现 将连太男打成重伤 还抢走了箱子 一天后 连太男醒来 面巨人正在结界外的未探查区域 准备利用箱子 召唤阶段物的最强级别的原常动物 所有民警立马加入政府组织 地讨伐面巨人的计划中 等到了结界外 这里有各种原常动物 构似原始森林 途中 连太男碰上了诅咒之子 坚守下士 太太的连太男率先找到面巨人 面巨人想要释放巨型原常动物 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是为了对抗原常动物 而被创造出来的新能类 全部内存用特殊金属花代替 没有原常动物乱世 也就没有它存在的意义 然而面巨人没想到的是 连太男也是新能类之一 他的四肢也是经过改造的 可连太男为了保护炎珠而中招 为了活下去 他注射了原常病毒 可以获得病毒力量 但也有20%的几率 会变成原常动物 最终 连太男赌赢了 他用全新的力量打败了面巨人 然而 这段5的巨型原常动物还是出现了 他早就被面巨人给召唤出来了 为了拯救东京 领导派连太男去驾驶附近的天梯 只要将天梯的超大穿甲弹 打中阶段5就能消灭它 然而天梯里竟然没有花的金属 清晰之下 连太男把左手写下来 充当导弹材料 随后还需要连太男发射子弹 射距50公里 这一发子弹打中了 就能拯救东京 打偏了 东京就得毁灭 领导派连太男压体巨大 不过在炎猪的鼓励下 成功地打中了阶段5 可在这之后 领导派却杀人了 16年来 他只对原常动物下过手 却未曾对人内出手 不过 他走出天梯 却看到了下势 为了掩护他们 独自一人与原常动物战斗 现在他的病毒量 早已改了50%以上 领导派被迫无奈 要亲手杀死他 而更让领导派感到无力的是 在这件事之后 他给炎猪做了病毒检测分析 已经达到42.8%的病毒量 是超高风险 这意味着在未来 他同样也要亲手杀死炎猪 这一件的幕后族使 连太郎知道 是他的养父 天童菊之成 菊之成是顽固的原常动物歧视主义者 在他眼中 诅咒之字 与原常动物无异 因为连太郎的优秀行动 生天子点名 让他担任这次 会见大阪地区领袖 齐武总统的保镖 目前日本分裂成五个地区 齐武是个野心勃勃 想要一统日本的总统之一 会见并不怎么愉快 甚至在结束路上 生天子的车 遭到了诅咒之子 Tina的狙击受暗杀 担心要被连太郎救了下来 在此之前 Tina和连太郎有过一命之缘 两人还交换了电话 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第二天 Tina打电话让连太郎请吃饭 Tina很喜欢温柔相待的连太郎 难道他心机都有任务 自杀天童木耕 也就是连太郎的领导 剪青梅竹马 Tina这边已经查到了木耕 连太郎这边却只知道 对方是一位顶级狙击兽 等Tina找上木耕 对着外公租的他 就是一阵少舍 虽然木耕有家传的刀剑之术 但终究不是Tina的对手 在要被杀死时 连太郎来了 两人终于已知有身份见面 最后Tina心软 放过了他们而逃走 后来齐武总统再次要见圣天子 很显然 这一次次的暗杀 都是齐武安排的 但是圣天子 依旧要为了他 东京总统的身份冒险 这是一位决心 给日本带来和平的好总统 因为圣天子的善良 连太郎决定 誓死保护他 过来第二次自杀来了 虽然连太郎让圣天子 坐在普通轿车里 也能耳目 但还是被识破了 连太郎为了保护圣天子 而不轻中枪 生气的炎珠决定抓到Tina 结果圣天子却着急说 Tina的排名 是97的诅咒姿字 对于排名1000的连太郎来说 圆珠根本打不过他 原来每一个 足球之子体内的 圆肠病毒都是一种动物 圆珠的是兔子 而Tina是毛头鹰 所以才能拥有 如此高超的狙击技术 连太郎着急打电话给圆珠 结果是Tina接的电话 连太郎被吓坏了 但幸运的是 Tina手下留情了 连太郎下定决心 要打败Tina 但不是杀她 而是要拯救她 因为她能感受到Tina 并不是坏人 所以连太郎主动约站Tina 通过调查 Tina拥有用大脑 控制多台侦察机的能力 可以实施爆炸和偷袭 为了攻克Tina 连太郎特地进行了特训 而Tina也被吓死命令 再失败就吃财吧 绝阵之夜 连太郎先是散播 省天子甲的行动路线 然后提前到达Tina躲藏的大楼 打掉多个侦察验 当见到Tina 却因为意外而被打之中伤 在危机时 她的强烈闪光弹却救了她 因为猫头鹰特性 说不要强光 而暂时性失明的Tina 被连太郎从顶楼吹到楼地 她同样也没杀了她 连太郎打算找省天子求情 然后收留Tina 这样她也不需要担心 被当成实验品被研究的下场 可抱着她出楼 Tina却被省天子身边的马虎炮 给打了一枪 马虎炮想要抢功劳 这时省天子来了 她给连太郎排名有1000 升到了300 情报搜集等级也提高了 这下连太郎身份比马虎炮高级了 她立马下令 马虎炮再也别靠近Tina 围着各杀无论 说完开枪打掉她的手指 后来Tina被无罪释放 成为连太郎的同事兼同伴 她就近了连太郎家里和眼珠 成为了好朋友 Tina很喜欢这个充满温情 冷心化的新家 这是她在原主人难得教授那里 从不会体会到的 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 32号巨石碑出现了阶级寺的 原肠动物避宿 她往石碑里注入了 青石特殊金属花的液体 所以六天以后 巨石碑的磁场就会消失而倒塌 到时候就会有大量原肠动物闯进城市里 新的巨石碑正在赶制中 但是需要九天 所以三天的空档期应该如何应对 圣天子委托连太郎去组织一支队伍 在巨石碑倒塌期间 消灭姐姐歪的怪物 于是连太郎开始寻找队友 期间也不忘在Tina逛一逛东京 途中 他们遇到一位瞎掉的诅咒之字 因为特有的红眼睛被母亲讨厌 所以被灌了签 即便瞎掉了也没人可怜 反而是变本加厉地伤害她 可女孩依旧对这个社会充满无限向往 目前关于诅咒之字的沙丹的事件 被有些人故意炒了 城市里对诅咒之字的厌恶 以及驱赶的情绪再度高涨 连太郎先找到了片头民警公司的片头兄妹组合 排名1850的片头玉树和工业表示 不会在彼此一落的人手底下工作 所以双方打了一架 连太郎和Tina胜利地让对方不气的 很快 据实被要贪搭的事情被群众发现了 圣天子成为了忠实之地而被责备 大家纷纷要逃走 很多民警都已经在石碑外驻扎完毕 连太郎还在寻找队友 却与多年不见的师兄张摩重遇了 张摩和他的伙伴补石翠也加入了进来 最后木耕签约的Tina作为伙伴 也加入了队伍 接下 连太郎的小队就有四组 但连太郎希望的是五组 排名275的我堂正是这次民警部队的团长 他宣布这次大家只要在后方 等待前线自卫队的求求信号就行 然而 连太郎并不认为浩江的自卫队会请求支援 他有一个提议 不过却未被采纳 在紧张的等待期间 连太郎和木耕还去给被遗迹的诅咒之子们 上了最后一堂课 让他们写下自己的梦想 表示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到了坍塌的最后一天 连太郎和燕珠还想见孩子们最后一面时 却看到他们一句句的尸体 因为他们是没有登记过的非法诅咒之子 被警察给处理了 再来回首看他们的梦想 一切都那么的无力和悲痛 连太郎再度怀疑他们作为民警 到底在保护的是个什么样的肮脏事件 然而这时 石碑提前倒塌了 自卫队没能抵挡多久 就有上千的原常动物如洪水一般涌了过来 连过之处遍地是民警的尸体 四的将近一半年以后 期间出现了光之枪的扫射 生气的是 阶级四的必苏五突然带着手下 暂时进撤退了 团长召见了连太郎 连太郎分析出 那必苏五拥有指挥原常动物的能力 而团长却爆出了 那必苏五拥有超强再生能力的不死之身 而且在他身边 还有能发射光之枪的原常动物 卯素星团 没想到的是 团长以连太郎的队伍在作战时 不停指挥为由解散他的部队 甚至逼他一人前去击杀卯素星团 作为赎罪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连太郎无奈 只能趁盐住睡觉的时候 直身前往了 到了森林 尼马被一大群疯犬一样的 原常动物追杀 被逼入绝境时 却被面具人和他的女儿小米奈给救了 原来面具人还活着 面具人初期的对连太郎很友好 给他药 给他提供卯素星团的线索 还跟着他 还帮助连太郎 以及击杀了卯素星团 在卯素星团死后 义速和他的大军开始迁移 团长似的 排名第二的连太郎 按照规定成为了新的团长 在此之前 布什岁为了救其他人 自身的病毒侵蚀率超过了50% 为了不变成原常动物 他自尽了 新团长连太郎 为了让被恐惧击溃的大家 重新振作起来 决定用非常手段 让大家憎悟他 就这样 这些人才会绝对听从他的命令 武力虽然不能解决一切 但现在除了武力 没有更好的办法 之后 连太郎获得了 可以把B-45炸了粉身碎骨的炸弹 但是需要用他的手 在B-45的身上打出洞来 才能把炸弹 扔进B-45的身体里 要实施这个计划 还需要探照灯 锁定B-45的位置 但是有连太郎的嫉妒者 将探照灯 所需的电池 给扔进了河里 没有灯 就没办法知道 原常动物大军们到哪里的 正当所有民警都捂住时 天空飘来了无数的空明灯 这是在升天时 号召所有使命 想要活下去的心愿和祈求 看到这些灯的出现 连太郎迷茫的内心 找到了方向 他想要守护的人 就是人类 没错 虽然他们有黑暗的一面 但同时 也有光明的一面 这就是人心 等战路开始进入突击阶段 连太郎和炎珠 在大家的平死掩护下 一路毫无顾忌地向前奔去 连太郎和炎珠 完美配合 把炸弹搞进了B45的身体里 可是炸弹没有爆炸 变成了亚弹 连太郎只要今天 要交代在这里了 他同炎珠告别 因为他必须让B45 受到重击 炸弹才会爆炸 然而连太郎还没有 靠近B45 就被B45释放的花钢侵蚀液 给轮化掉了一只腿 他无力地躺着 这时 师兄张摩来了 他说自己的独门招式 可以从内部破坏一切 他愿意让自己 跟毕宿陪葬 张摩一击 炸弹爆炸了 可师兄永远也回不来了 毕宿饿死了 他的大军溃散被击败 逃得逃 死得死 这时 新的巨石碑被送来 这个城市终于安全了 木更查出了这次巨石碑会倒塌 是因为当初巨石碑制造的负责人 也就是他的哥哥何光 偷工减料所制 所以他向何光提出对决 他输了 这不曝光哥哥 结果木更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杀死了何光 并得知当初凶掌们 杀死其父母的真相 木更的残忍 他确信达到邪恶 必须是邪恶的信念 那年太郎认为 终有一天 会和木更成为敌人 而这件事 其实在死去的不吃醉口中 就已经被提过 他的云肠病毒是猫 秀觉得灵敏 那他早就闻到了木更 有堕入黑暗的趋势 他让年太郎一定要守护好木更 将光明带给他 最后 圣天子发布的祖祖师子的轮圈发 让他们不再卑微地活着 片名 漆黑的子弹 整体剧情真的很不错 结尾的黑话 是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 想要打败邪恶 那么就比这个邪恶更邪恶 正义真的没办法产出邪恶吗 这个命题很难回答 不过由于木更的戏分问题 节奏没有掌握好 以至于这份黑话 其实会有些突兀 换出年太郎黑话 或许会更好 但毕竟是黑长制 更喜欢这个角色黑话的感觉 让很多人以为有第二季播出 本来应该是有的 但网传作者炒股发了 就没再继续写小说了 漫画同时停更 一直以后续剧情 无法衔接 动漫就更别指望了 好好珍惜第一季 这番真的强烈推荐